好 网友现在大家都是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Bear Filla说乱搞的民进党政客啊 好 另外呢 陈纯说为了民进党大张角而修法 这样子可以吗 好 另外呢 张梅梅说警察基层自己真的也要认清蔡政府了 孰愿说就是817选出这种政府啊 好 不过当然同学我们来聚焦 接下来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画面 提醒大家真的骑机车要小心 尤其是骑重机 台北这位重机骑士之前行进了新义区的知名拉面殿前 因为骑上了人行道 被对面的袁警盯上 结果趁他回转的时候呢 上前来拦查 不过骑士控诉袁警是从树旁跑出来 让他吓了一大跳 所以当场摔车 所以他欺诈要向警局索赔7万元的修车费 蒙蒙前警方强调 骑士你违规在先 袁警是依照规定来拦查并无刻意的躲藏 越野重机通过知名拉面殿前 立刻遭袁警拦查 只见骑士吓了一跳当场摔车 换个角度仔细看 袁警伸手一拦 骑士没站稳 也杀不住这辆车重摔在地 骑士气炸控诉 都是警察躲在树后突然跑出 才害他摔车 但时间往回推 重机从人行道呼啸而过 这是对面设有拦准站的袁警 早已锁定趁着骑士要回转 离开上前滥茶 用这种滥茶方式其实都不太对 我车子倒下的当下距离警察 差不多只剩四五十公寸 从人依规定站立在明显住所 没有遮蔽物穿着返光背心 开启指挥棒将他滥铁 重机骑士的爱车新车要价13万 如今手把化油器变速箱排挡杆 统统毁损 粗估修车就要7万元 现在气得要警方赔偿 但警方强调期许违规在先 也绝对没有刻意躲藏 有足够时间让对方反应 双方各诉各话 但如果骑士当初不违规 恐怕就能避免这无妄之灾 记者王志文 杨中盛 张贝子 彩凤董 蚂蚁你突破盲场了 我要念一下你的留言 他说问题其实不在 刚刚那个杀警案 不在写报告 谁保证开枪不会伤亡呢 我当然同时来关心 台湾人赴柬寨在掏击 高雄警方破获的人蛇集团 有没有关联一起追踪 远请抓准时间破门攻坚 嫌犯来不及反应 被压制蹲在地上 他们都是人蛇集团成员 专门骗人到柬埔寨 脸书贴文吸引朋友 小小意思不足挂齿 有心想赚美金的话 再来找我 配上桌上满满美金照片 炫富吸引人 但这些都是骗人的 他本身目前是 游自在柬埔寨 人蛇首脑是绰号安哥的 流性嫌犯还滞留在柬埔寨 在台湾的干部 以熟人招募 骗朋友到柬埔寨工作 可以赚高薪 月薪2500美元 帮忙办护照 住饭店 送你登机 一条龙服务 只要成功骗一个人去柬埔寨 就能抽中介费10万台币 其中6人到柬埔寨 才惊绝被骗了 要求家人会赎金2万美元 大约是60万台币采放人 目前6人已回台 但疑似还有200多人 在柬埔寨等待救援 请家人来交付赎金 那我刚才讲的 大概是2万美金不等的一个状况 来交付赎金 让他们可以回来 柬埔寨诈骗 受害人遍布全台 警方逮捕在地人蛇 查获手机护照 台湾人骗台湾人 就怕还有更多人受害 记者宋沛城 陈杉杉 高雄采访报道 大家来评评力 你觉得谁对谁错呢 铁道迷拍列车近战 遭到了列车长要勒令来删除 好 不过律师认为 这个规定这样的到底合不合法 带你一起来追踪 火车缓缓开路月台 不少出游民众会拿出手机相机 想要捕捉这一刻 但有铁道迷却因此被列车长劝阻 还要求要删照片 引起铁道迷十分不满 整体事件发生在这个月15日 接近中午 当时有位铁道迷在基隆站 拍摄2134次列车近战 结果列车长看到后 呵斥对方驾驶时不能拍 铁道迷解释只是在外面拍摄 而且没拍到人 但列车长却执意把照片影片删除 甚至说难道要叫警察来吗 这让铁道迷感到委屈 没乱开驾驶门 也没动车上的东西 哪条法律规定不能拍啊 简直气炸了 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 拍的东西是火车 并不是家里 对此台铁回应 是因为列车长觉得 自身也被拍摄不适当 才会要求民众删照片 但沟通过程还有态度 台铁会加以检讨 并责成单位主管确实改善 不过铁道迷的行为 到底有无处吧 律师表示 为影响列车行驶安全 也没有利用他人的 肖像权牟利 都是没问题的 并没有违法 火车的驾驶室 本身并没有 不能拍摄的问题 单纯的把它拍摄 当作一个记录 其实并没有侵害 肖像权的问题 民众开开心心 想要拍摄火车 做个记录 却被质疑 好像当成偷拍犯一样 恐怕因此对台铁 也会留下不好的回忆 记者朱丁龙 基隆报导 最新的消息为大家来插播了 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 往新电风向 上午惊喘死亡车祸 当时现场这两辆车 四轮朝天 一位男童惊恐地站在路旁 另外一位女子则是 倒握在对面 现场留有大片的血迹 上午九点多 潘信男子驾驶的轿车 跟前方变换车道的时候 这车辆发生了擦撞 两辆车当场吩咐 两位的驾驶没有受伤 不过遭到重疾的车辆的 女乘客伤势非常严重 送医之后不幸的宣告不止 现场一度回堵 事故原因还有 在警方进步来理清当中 嘉义大林发生了 也是离奇的车祸 在22号下午这位富人 违规横跃马路 结果被另外一辆 违规回转的轿车 碰这样子 直接一面撞了上去 富人眼看车子撞过来 企图用双手来挡车 不驾驶仿佛完全没看到 还一路撞倒富人 幸好最后是只有轻声 穿着黑色双衣富人 小碎步跑起来要过马路 但一辆四小课 也在同个瞬间 向左大回转 碰得一声BBQ了 富人马路过到一半 看到车子一面而来 下一世双手挡车 撞到人车却没停 富人被撞倒在地 还疑似被碾过一圈 吓得驾驶急忙下车查看 还好富人只有擦错伤 车货现场在嘉义大林162线道 马路非常宽敞 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 速度都不算慢 整条马路都划了双黄线 现场直击有电动车 双黄线回转 民众直接冲过对街 甚至还有骑士逆向骑车 违规似乎变成日常 162线道整条路都是双黄线 以行人来说 如果要过马路 战券路线得走摸自行 走过斑马线这样才安全 但不少人贪方便 直接切西瓜 酿出车祸意外 他违规穿越马路 造成擦状 两兆的部分都细违规 富人急冲过马路已经先违规 自小客跨越双黄线回转 两边都肇事 虽然车祸擦状自行和解 警方也开出一人一张罚单 但还是呼吁不要拿命开玩笑 九猴公文 加一报道 真的不要拿命开玩笑 俊杰说两个都是鬼遮掩 大白天眼睛都没在看吗 真的大家要张大眼睛了 小心安全 还要来直击的是宜兰出现 这位偷衣的惯犯 专挑没人看管的自助洗衣店 来下手 而且动作快很准 连小孩小朋友的衣服都不放过 另外花莲也有位偷窃的惯犯 边偷还边看报纸 很悠哉耶 大喇喇一副不怕被抓被俩包的模样 也让老板娘看了非常的无奈 怒劈实在太可恶 深夜男子鬼鬼祟祟的 拿着手电筒东翻西澡 还疑似打开柜子 随后男子站了起来 竟然走到另一个桌边 悠哉的看起报纸 先是翻了翻报纸不喜欢 再换下一份 打开慢慢看 还是觉得第一份比较好 拿起报纸走了回去 原来是怕裤子弄脏了 将报纸铺在地板上 敲开抽屉偷取财物 这时男子才心满意足的离开 事件发生在花莲瑞穗 正逢中秋文旦产季 男子看种文旦商机 以为店家会有许多钞票收入 放在抽屉 没想到却扑空 最后只偷了一台收音机 一机园艺剪刀 老板娘也非常生气 他连菜刀什么都拿 食物弄冰箱吃一口就丢 都在拿酒 很可恶 另外在宜兰也出现了投医贼 男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洗衣店 打开红衣机门 快速将衣物全都装带 头也不回地走掉 下手快横准 原来这名男子是头衣惯犯 专挑自助洗衣店下手 衣服红到都不见了 被害人看到也很傻眼 未经允许就偷走他人物品 真的很没有公德心 警方也将锁定两名男子 积极查其道案 记者刘吉娇 林医生 王云廷花莲 宜兰采访报道 当然同时我们来关心了 普渡贡品 出现了双标泡面 南投市公所举办了 纳古塔普渡 来贡品代办一份要1500 民众事后收到了普渡的贡品 发现其中的淡仔面的泡面 风膜 居然有两层 一层是淡仔面 另外一层是紫菜汤 泡面厂就解释了 这是由于风膜履盖缺货 所以加上交货其成 又非常的紧迫 才会用贴纸来覆盖 将全数来更换 不过卫生局现在也将追查 如果有卫生的问题 将会进行采访 满桌子普渡贡品 有米有面 各式干粮罐头 由事工所代办 一大箱 以前五 一共21种品项 中原普渡后 民众将败过的贡品 带回家 却发现其中这箱泡面 怪怪的 撕开看 碗盖竟然有两层 外包装写的是淡仔面 里头却印着紫菜汤 尤其外盒 用的是一般便当纸碗 拼装而成 超亮光 看起来很可怕 包里面有添加什么药物 或什么 你不敢吃 对 不敢 内容物到底是泡面 还是紫菜汤 有的甚至还多加一包 脆面零嘴 拿来款待好兄弟的泡面 怎么如此双标 泡面厂商解释 并非故意制造双标泡面 而是因为农历七月 交货期紧迫 泡面铝盖大缺货 才会另外用贴纸覆盖 赶着出货 但普渡拜拜 一年就这么一次 只好向好兄弟说声抱歉 民众可再到公所 领取全新一箱 作为补偿 记者曾伟想和这信用彭心 南投报导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 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